美国又在试验新飞机 在高空高速飞行的时候 居然不会发出声音 各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没错 现役隐身战机可能要发生迭代了 还得是美国来引领潮流啊 战机想要实现隐身需要什么 低雷达特征 低雷达特征 美国这次放出来的新飞机 最大的突破就是在高空高速飞行时 不会发出过大的声音 意味着飞机与空气的摩擦力很小 带来的好处就是 飞机雷达特征会降低 要知道 即便是F22战机 在高速飞行时 也会不可避免的释放大量雷达射 再加上尾喷口 也会释放出强烈的雷达信号 使得F22的雷达特征更加明显 所以F22在进行雷达隐身处理的同时 也采取了一定的红外隐身措施 例如利用二元尾喷口 通过使用冷却隔热技术 降低外露部分的温度 S型进气道也能对发动机的热部件 起到遮蔽作用 但总体来说 F22的红外隐身能力还是不足 尤其是面对新一代 长波红外搜索跟踪系统 因为F22在进行超音速巡航时 除了发动机释放的热量以外 与空气剧烈摩擦的蒙皮 也会释放出很大的热量 这些都是制约F22红外隐身能力的因素 这两个因素 哪怕只解决一个 也能让隐身战机实现迭代 如今美国做到了 就是最近臭油工厂曝光的 一架纯手工打造的神秘飞机 机头比机身还要长 在进行高空高速飞行时 还能保持极低噪声 降低机身与空气的摩擦力 从而实现低红外特征 几十年来 美国已经发展了许多验证机 每一款验证机都有着不同的设计要求 比如验证超音速飞行的X1 X2 验证可变后略异技术的X5 验证核动力的X6 验证垂直起降的X13 X14 等等一系列验证机 虽然有一部分失败了 但也有许多技术得到了验证 并且还突破了多项人类航空史上的记录 而这一架X验证机又能创造什么样的历史呢 身为美国最新一代验证机 X59是一款非常激进的飞机 无论是正面还是侧面 都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观 从公布的照片来看 这架X59超音速飞机基本完成了组装 制造多年的神秘飞机 也终于较为完整的出现在镜头前 X59是NASA低音报飞行验证项目发展而来 也是第一种解决音报实现静音超音速飞行的飞机 音报就像一道水波 在飞机进行超音速飞行时会产生激波 向外传播时激波会汇聚在机头和机尾 地面人员听到后就像惊雷一样 想要降低飞行时的音报就要减少激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NASA在1970年就与康奈尔大学进行研究 希望能通过机身各部分产生的激波 利用相位上的差异又使它们相互抵消 这样一来就能降低音报对地面人员的影响 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 没办法进行试验 直到进入21世纪 航空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解决方案 美国便开始了激波抵消的模拟计算 并发展出比较理想的飞机外形 在2003年 美国对一架F-51战机机身进行改造 成功削减了超音速激波 于是NASA与洛克希德进行合作 从2016年开始进行低音报飞行展示计划 2018年改为静音超音速飞机 而X-59便是发展出来的验证机 为了满足NASA对X-59项目的要求 抽油工厂采用了四项关键技术 声音速型设计 低噪声集成推进系统 超声速自然层流 后掠翼 以及最重要的座舱内可视的外部试镜系统 在外形上 X-59与我们所熟知的飞机外形差距非常大 为了抵消机波 X-59的机头非常长 采用了大后略三角翼 长机体 以及V型尾翼的布局 整体偏向细长一些 两台涡扇发动机安装在飞机尾背 近期到被三角翼遮挡 单座驾驶舱也设计为流线型机身 按照设计时的标准 X-59最大速度可以达到1.5马赫 通过狭长的机身设计 可以在突破音障时降低空气震波的凝结作用 可以将飞行噪音维持在75分贝左右 在效果上和用力关车门的音量相似 这就是X-59的目标 当X-59以14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行时 我们在地面所听到的应该是轻微的喷喷声 在经过十几年研究之后 洛克希德构建了多种积木式模块 将其集成起来 就能够得到满足NASA需求的推进系统 包括先进的气动塞式喷管 噪声屏蔽设计 以及能在进口滩流下高效工作的 抗扭曲风扇叶片 X-59的进气道 采用了流线跟踪的外部压缩设计 好处就是能引导机波从进口溢出并远离飞机 提供噪音屏蔽降低音爆 相较于传统的轴对称锥形进气道 X-59的进气道可以产生低阻力的外罩角 另外推进系统将采用当前先进的 大寒道比涡扇发动机 匹配一套最新研发的低压系统 对于超音速飞行 风扇尺寸要小 但对于低噪声有要求风扇尺寸大 两者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 成为洛克希德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不过洛克希德表示已有解决方案 可以让飞机在起飞和超音速飞行时 有一个良好表现 另外就是超声速自然层流后掠翼 通过设计具有合理压力梯度的机翼 就可以得到自然层流 延迟层流到湍流的变化速度 此前NLF机翼主要适用于小型飞机 或小后掠翼的设计 但在X59上遇到的问题有些不一样 洛克希德面临的问题是 随着机翼后掠脚的增大 三维流场会变得不稳定 使得层流会在考级机翼前缘处变成湍流 虽然洛克希德曾与AERROR公司 合作研究过层流机翼 但这项计划对于当前的低噪声 和声报塑星设计并不适用 目前NLF技术成熟度依旧很低 但潜力巨大 NASA在过去几年开展了大量超声速自然层流 大后掠翼的研究 这对于视线X59涉及要求至关重要 在降低飞行阻力的同时 还能保证声报塑星特征的完整性 这些是用来解决飞机 在起飞和超音速飞行时的问题 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X59是有人驾驶飞机 过去也曾看到X59巨大的机头 但最新公布的正面照片 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飞行员无法通过传统方式 直接观察到前面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成了难以逃避的难题 大后掠翼的特点 决定飞机在起降时采用大影角 导致驾驶舱视野被长长的机头遮挡 协和号采用了下锤式机头设计 如果超音速飞机的理想设计 只能选择尖头飞镖状的机头 从动力学角度来说 这种形状可能还不错 专门用来减少音爆 毕竟音爆是限制超音速飞机 在陆地上进行超音速飞行的理由 洛克希德利用现代技术的优势 避免了复杂结构和质量增加 但缺少了协和号那些复杂的机构 比如特殊的滑动挡风玻璃 将会导致飞行员很难看到前方 所以 洛克希德专门为X59开发了外部视景系统 带有安装在机头上表面的前式4K高清摄像系统 同时配合使用双摄像头多光谱红外增强视觉系统 在新公布的这些照片中 可以看到XVS使用的4K摄像机的物镜 物镜位于机头上方 大致位置在压抑的上方 这套系统在2021年就已经完成了测试 所谓的外部视景系统 其实就是传感器计算机以及显示技术的结合 通过4K摄像头将外界环境显示在主屏幕上 飞机底部还拥有一个可伸缩摄像头 作为信号源 而上方的摄像头与飞行员传统视线保持一致 引导飞行员前往机场 警告他们附近有飞机 并为机场进出起飞以及着陆 提供额外的视觉辅助 在为X59配备XVS之前 这项技术就已经在比奇UC128公务机上进行了测试 在进行试飞时 一名飞行员作为空中国王的驾驶舱内 通过前锋档观察外界 而另一位飞行员则是坐在机舱内 通过XVS获得外部感知能力 而这才是X59真正实现需求的最主要设计之一 目前X59项目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测试飞行 原定去年开始进行 目的是验证X59的基本性能与安全性 确保飞机能在飞行中承受预期载荷 第二阶段为噪音测试 将在地面测试和试飞结束之后 在美国空域进行常态飞行试验 最后一个阶段将在2024到2026年进行 NASA将让X59飞越数个人口聚集的乡镇和城市区域 并在飞行任务结束后对当地居民进行访问 了解X59在飞越上空时对人们的噪音影响程度 其实关于超音速飞机的研究 美国早就开始了 在50年代 随着亚音速科技的普及 以及第一种实用化超音速战机F107的出现 航空界就不断追求飞行速度 快一点 再快一点 一度将超音速飞机视为未来发展方向 并对超音速飞机的发展 也一直保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理论上 超音速飞机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 在同一条航向上 可以运送相同或更多的人 还能降低人力维护方面的成本 英法 苏联 以及美国 肯定是会追求这个项目的 尤其是美国 觉得自己凭借航空技术上的积累 这种研究 岂不是手到勤来 随即便成立了国家超音速客机计划 但让美国没想到的是 这时候刮起了一场环保的风 认为超音速飞机产生的音爆 会破坏地球臭氧层 尽管得到了尼克松总统的支持 但国会那边死活不同意了 连钱都拨不下来 谁还继续研发呀 最终落下了夭折的命运 然而 英法合作的协和号 与苏联研发的图144 却相继成功了 美国岂能看到其他国家领先自己 所以美国的静音超音速飞机项目 经历了不断的上马下马 直到进入21世纪后 才真正迎来机会 那么 X-59作为一架验证机 所采用的新技术 能不能运用在战斗机上呢 战斗机在进行超音速飞行时 产生的音爆是不会影响到飞行员的 因为战斗机驾驶舱在关闭后 能隔绝一部分噪音 再加上采用特殊材料的座舱比例 降噪效果要比一般风挡好上不少 飞行员的头盔 除了具备通信 防止外线 以及瞄准的功能以外 最后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降噪 飞行员的头盔 可以说是绝对的密闭割音 与外界的一切声音都隔绝了 甚至说飞机突破音速后 连原本发动机的噪音都会消失 所以静音技术对于飞行员没用 唯一有用的应该就是隐身方面了 战机隐身技术的发展 完全跟不上反隐身技术发展速度 未来出现一种根据战机超音速飞行产生的激波 来判断战机位置的防御系统 也不是不可能 但就目前发展来说 战机想要用上静音超音速飞行 不大有可能 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气动布局和隐身 总不能将战机也设计成X59那种长激头吧 再加上战机的机动动作也比较多 战机超音速飞行时会产生激波 使飞行阻力增加 激波会逐渐在战机前方堆积 在突破音障时 会导致流经机翼和机身表面的气流发生紊乱 机体产生剧烈抖动 战机操作性变差 飞行员操作稍有不慎 就会给飞行带来风险 为了让战机安全突破音障 各国科研机构想了不少招法 通过调整战机的气动布局 将气动中心后移 以增强战机的纵向稳定性 研制新型涡轮喷气发动机 降低含道笔 进一步提升战机动力 改用后略翼翼型 以减小战机超音速飞行时的阻力等等 而静音只是减少了对战机没啥影响的音爆 看着X-59跟真剑一样的机头 火力军都觉得没戏 而且气动布局改变 在隐身性能也会随之改变 为了追求更全面的隐身 放弃现在已经经过试验的外形 简直就是丢西瓜剪枝嘛 得不偿失 当然静音超音速飞行是有用的 但不能根据X-59那样运用于战机 最好的是不改变当前气动布局 在不影响战机性能的情况下 来实现战机的静音超音速飞行 接下来就看各国发展了 如果美国的黑鸟侦察机 运用上静音超音速飞行技术 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会不会成为规则的改变者 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去年轻人 在奥是 Happy New Year 上次火力军 出发到这里了 散筒的邪静 7号 20号 到这里了 散筒